男主原本是突击队的一名军人 在放假之际他回家看望怀台的妻子 却发现妻子店里的几个常客经常骚扰妻子 晚上准备回家时还被他们拦住了去路 男主一时冲动误杀了其中一个常客 转而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 因为不肯认罪 他需要为此服刑15年 虽然身处地狱 但凭借着对妻女的思念 男主在狱中熬过了整整8个年头 他时刻期盼着与妻女的团聚 在女儿即将生日这天 他为了亲手将礼物交给女儿 于是申请了一次飞行 监狱男主在狱中表现良好 监狱长答应了他的请求 并将他送上了空中监狱 空中监狱是为了运送全美最危险的罪犯而专设的飞机 因此在这趟飞机上 还押送着一帮真正的暴徒 第一个是绰号坏比例的黄毛 他曾发现妻子偷人 为此杀死了岳父一家大小 以及家里的宠物狗 第二个是绰号钻石狗的黑哥 黑哥曾是黑人游击队的首领 应不满白人而炸毁了全美枪械协会 还在狱中写了一本狗眼看人低的书 最后是绰号为致命病毒的光头 光头14岁就因犯罪入狱 之后杀死了11名狱友 引起过三次暴动 还曾试图逃过两次狱 但他的智商奇高 在狱中就获得了双学位 并且十分熟悉法学 一切准备就绪后 飞机开始起飞 虽然三个暴徒被锁在笼子里 然而警探们却不敢大意 十分留神地注意着 随时可能会出现的危险 然而防不胜防的是 光头等人早有预谋 他们用藏在皮肤下的针 打开了手铐 并在小弟弹球的协助下 逃出了笼子 机舱一瞬间陷入了混乱 暴徒一下子挟持了 飞机上的全部警察 并威胁机长 向地面的监管部门 发出一切安全的讯号 而原本即将回家的男主 也被迫和他们一起行动 还误打误撞帮光头 解决了一个藏在罪犯里的警察 并因此被光头当成了伙伴 很快的 飞机就到达了第一站 有六名白人罪犯 需要在这一站下机 但是其中三名 在刚刚的混乱中被击杀 所以他们需要找三名替补 坐在男主旁边的黑人育友 应需要在两小时内打针 建议男主趁这个机会 和自己一起下机 然而在他们即将下机的时候 被光头拦住了 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白人 所以黑人育友不能下机 为了不丢下育友 男主决定留下来 光头只好将机长和警察的嘴 封住代替三名罪犯 男主趁机将监听磁带 放在了警察的身上 警察下机之后 飞机又上了十名新的罪犯 这些罪犯里 有几个是光头的好友 有一个是会驾驶飞机的 科学怪人 还有一个是本次越狱的目标人物 辫子哥 只要光头救出辫子哥 辫子哥的老爸就会帮他们 而最后一个是绰号 乔州屠夫的瘦子 瘦子曾经杀死过37个人 且手段异常残忍 被重重监禁的瘦子 很明显是个与众不同的犯人 之后科学怪人担当起机长的任务 并在狱警发现监听磁带之前 开走了飞机 很快警察身上的监听磁带就被预警发现 联邦部队派出直升机去追捕他们 然而科学怪人早就将定位器拆了 并让小弟弹球转移到了另一架飞机上 但是由于光头等人急于逃走 扔下了弹球 弹球在追逐飞机的时候被卡在了机舱下 而男主发现了弹球的尸体 于是将偷听到的飞机降落地写在弹球身上 然后将他推下了飞机 弹球的尸体正好掉落在一个街道上 联邦警察文森接到了警报 发现飞机的降落地和追踪显示完全相反 他立马下令让追捕的飞机掉头 并开车前往飞机降落地 正好赶上罪犯的飞机降落 然而罪犯们等了许久也没等到变子哥的老爸 却等到了来抓捕他们的武装部队 光头还发现变子哥打算开着飞机逃走 原来变子哥的老爸只是利用他们救出变子哥 愤怒的光头点火将变子哥烧死 并设下陷阱埋伏前来追捕他们的警察 果不其然警察中了陷阱死伤无数 而罪犯们再次驾驶飞机逃之夭夭 为了抓住罪犯们 男主只好和他们一起上了飞机 然而光头已经察觉到有人告密 为了不暴露男主 黑人御游主动站出来 代替他被打了一枪 但光头发现了男主的女儿写给他的信 就在他准备继续发难时 警察追上了他们 光头等人只好先对付警察 男主趁机控制了飞机 并将飞机降落在堵城的街道上 之后罪犯们被赶来的警察捉住 但光头和黄毛等人 却开着满载钞票的卡车逃跑 男主只能骑上摩托再次追击罪犯 并最终以一敌三打败的罪犯 最后街道上飘满了钞票 而男主也成功地和妻女见面 亲手将生日礼物送到女儿的手中 《空中监狱》上映于1997年 是尼古拉斯·凯奇的代表作品之一 除了凯奇 里面还汇聚了众多著名影星 例如知名ID中的库萨克 《悲惨世界》中的马尔科维奇等 都在电影中出演了重要角色 而电影高潮迭起的情节让人叫绝 畅快的动作和爆然场面 也让观众直呼痛快 喜欢动作打片的你一定不能错过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